政府提出來的口號 我們叫離災不離村 或者離村不離鄉 其實到最後我們這樣子的 大型的Mega的永久屋的基地出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政策就已經破功了 所以事後有人去統計 百分之88 我們被牽出來的永久屋全部都離災又離村 而且又離鄉 百分之88 所以其實這個很大的問題是 因為很大的 其實我也常常問重建會的那些官員 為什麼他們其實 你也可以理解他們的壓力 他們壓力來自於民意機關立法院 立法院都一直在問說 給你們那麼多預算 你們從時候執行完畢 所以我們只好逼著大家 沒有時間去想像家 因為他很快被執行結束 不然他立法院一直罵 報紙一直罵 對不對 重建速度很慢 大家沒有回到家 一般人 漢人都認為家就等於耗時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只好 只好 就被這樣落實下來 所以過去這十年來 我們十年來回來看 已經滿十年 你看報紙標題都是這樣子 我還是要回我的家 因為那是耗時不是家 所以這樣的整個行錯過程 我們知道說 因為他被破 很有效率的被遷到一個土地 已經離開他的部落 離開他不熟悉的環境 跟他的文化已經都被切割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開始要去思考說 那未來怎麼辦 以後我們還會遇到 那我們怎麼辦 這也是我們今天一直在探討的一個問題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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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